我们所学的这一部关于三主要道的论识,也就是帕布卡仁波切所传授,由赤江仁波切所记录和编辑的这本论识,有一篇序言,序言的作者是Ken Renpoche,Geshe Lobzong-Tarchin,他是赤江仁波切的弟子, 他也曾诗从帕布卡仁波切,但主要是和赤江仁波切学习的,他写了这部序言,然后这个整个教法呢,也是由他传给了我们的老师格西迈克罗区,所以他是格西迈克罗区的上师, 这就是整个这部教法,从佛陀到宗喀巴大师,一直传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历史传承 帕布卡仁波切对于三主要道的论识,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所做出的一些论识,并没有写下来,是他后来的一位弟子,叫 中文叫赤江仁波切,所记录下来的,并且进行了编辑 赤江仁波切是出生于1901年,1981年去世的,所以是1901到1981,他还整理并且编辑了帕布卡仁波切的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, 相信在座有很多的人也知道,就是《掌中解脱》,这本著作是现在格西迈克老师正在教授的一本著作, 中文字节询阅、字幕提供